唐朝时期 李世民进军东突厥领地 将贝加尔地区纳入中国版图 宋朝时 贝加尔地区被蒙古人紧紧握在手中 几经转手回到元朝怀抱 直到清朝 狡猾沙俄从中国这里拿走了这块土地 但是俄国野心勃勃 还想要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 于是俄国人在尼布楚建立军事区 准备侵略蒙古 蒙古首领想要找俄国谈判 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 俄国从本土运来廉价的皮毛 换取中国珍贵的药材和丝绸 不仅如此 俄国还在加紧步伐入侵蒙古 眼看俄国在中国地盘肆意妄为 康熙单方面停止 同俄国的贸易往来 几年之后 按捺不住的俄国想跟康熙和谈 但康熙并没有理会 之后康熙察觉到 俄国在西北地区搞分裂 果断终止和俄国的一切交易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雍正时代 俄国又想蛊惑清政府 把贝加尔地区给他们 其实最终失去贝加尔这块地 主要有两个原因 清朝初期 政府对大兴安岭的统治力不够 当地百姓对政府的认可度不高 于是那里的人就迁徙到蒙古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和香港一般的废土 当初香港被租借的时候 清政府连在哪里都不知道 另外当时清政府更加倾向于 守住戈尔丹 因为贝加尔地区气候恶劣 农工文明无法在那里生存 人们也不喜欢居住在这种环境下 可以说在清政府眼里 和戈尔丹相比 贝加尔就如同鸡肋 所以最后清朝选择 拿贝加尔换取戈尔丹安稳